Darkness, Tak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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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WARFRIEND雙子巴薩克這一把武器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基礎面板吧 好首先雙子巴薩克呢 他的暴擊機率非常的低啊 然後暴擊傷害還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狀態觸發非常的突出啊 非常的高啊, 高達40%啊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他的 呃面板, 首先呢 他的切割占比啊 基本上40% 就是有一點低啊 然後再來就是他這把武器 他還自帶了火焰傷害 那火焰傷害85% 85的火焰傷害 呃...占比 又再間接的拉低的切割就是了 反正就是有一點不太好啊 那基本上我們 可以打的流派就會比較多元化這樣子 好,那麼再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速度 攻擊速度1啊 這是平平通通通的就是一個數值1 這樣子還不錯 那麼他的攻擊範圍2.4 有一點點小 但是其實還算可以 就是還差不多 就是在雙刀內 那相信大家可能如果有看我前面的影片的話 應該有看到2.7還有看到1.7啦 就是雙刀...雙劍的那個攻擊範圍啊 每一把都不一樣這樣子 那麼再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傷害擴減倍率啊 擴散傷害地減倍率啊 0.5啊 那這個...沒辦法嘛 他就是綁在武器的種類 那基本上我們砍一隻兩隻怪的話其實還好 但是砍一坨怪的話就會有一點點的...有差 就是傷害會被吸濕掉這樣子 好,那麼再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配卡 那再給大家看一下配卡呢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有準備2套配卡 那麼首先先來講一下這一套配卡 是...直覺配卡 那至於為什麼會說是直覺配卡呢 簡單來說就是... 呃...當初看到武器的直覺啊 下意思啊 那麼首先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呃...這邊呢...架式我就快速帶過啊 我推...這邊有3個架式啊 旋風虎級、雙蛇牙圖、貂斬螳 貂斬螳我不要 那旋風虎級跟雙蛇牙圖 我會建議喜歡戰A的拿雙蛇牙圖 喜歡走A的拿旋風虎級 好,這裡呢...就是...會拿旋風虎級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套配卡就是...呃... 跟其他的凱瑞斯雙刀P那些走流派是同樣的 就是病毒切割流派 那我們就是...走A的手感我是比較喜歡啊 比較順暢 所以說我放了旋風虎級這樣子 那麼這邊呢...配置的想法則是這樣子 首先我們放異晃昌上去提供他的基礎傷害 劍鋒P去改善他的手感 然後狂暴P提供攻速 暢口虧爛提供他的觸發機率 那我們這邊就不放暴擊機率啦 主要是因為他的暴擊...呃...5%啊 那我們如果放個極劍猛圖 就算啦...把他的...倍率啊...疊起來了 但是...他還是... 二十幾% 就是還是沒有擺爆就是了 就是有點尷尬 那...我個人就比較...不推薦...就是... 強制...還要把他去撐爆率 就是...強迫是不會幸福的這樣子 那麼在這邊呢...我放了病毒... 晶元素的冰屬性跟毒屬性...呃...去提供他的... 更高更高更高的觸發 然後再提高病毒屬性 再來這裡我放了一個... 四肉者巨二跟... 百姓虐殺去拉高他的...切割傷害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子...他的切割傷害被拉高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病毒切 然後利用他的高額觸發我們... 偶爾還可以...弄一些火啊... 然後吸他的屬性這樣子... 然後還不錯... 這個...砍起來的傷害是還不錯 效果也還蠻好的這樣子... 那...這邊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一套病毒切割的配卡... 好...那麼我們這邊就打... 右邊這邊啦... 因為等一下還有第二套配卡要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我們的走A的傷害大概就這樣子 欸...好...基本上砍起來很痛啊... 也是一樣很痛...然後很順暢 那...砍...砍個幾下怪就差不多死了...差不多了...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 是一把主觸發的武器啊... 那這一套配卡的缺點就是我們在打小小黑這種... Boss或是限制觸發的怪的話... 可能就是... 傷害會變低... 就是效果比較不好這樣子... 那麼...這邊就是有另外一套配卡是... 經過思考後改良的配卡... 對...那...根本其實... 與其說是經過思考後改良... 不如說是另外一套不同的思路啊... 這套是直覺配卡... 那...對外套思路就是長這樣子... 好...這裡呢... 我的架式放的是雙蛇雅圖啊... 至於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邊會利用他的特殊卡是... 裂縫打擊啊... 那我們... 就可以... 佔A然後拿裂縫打擊去做一些... 位移手段這樣子...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我的配置啊... 首先這邊我放了... 低礦槽去提供他的基礎傷害... 劍鋒P去改良他的手感... 然後狂暴P去提供他攻速... 創果虧他一樣提供他的... 觸發機率... 但是這裡呢... 我選擇的是... 腐蝕元素啦... 主要是因為我... 因為沒有什麼暴率... 所以我決定直接打直傷... 那...我既然他都是帶火... 那我就再放一個... 爆裂刀刃去... 拉高他的火焰觸發... 就是把他的火利用了淋漓盡致啦... 就是我是... 打腐蝕火的流派...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腐蝕呢... 主要是因為腐蝕電屬性... 有一張聚焦能量... 他能夠提供我們重擊效率啊... 那麼再搭配我們的裂縫打擊... 這一張MOD就可以... 做一個小位移... 就是還蠻不錯用的... 那至於... 因為我們都打腐蝕之傷了嘛... 所以我們這邊當然就放... 熱病打擊P去提供他的... 毒素傷害... 把他的機傷拉到最高值... 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套配卡的... 效果大概是如何... 那等等... 我實戰我也會用這套配卡去打... 主要是因為這套配卡呢... 因為他是腐蝕之傷... 所以說... 他... 在打小老黑的時候... 面對那些BOSS... 限制觸發BOSS... 就比較不會像... 這套病毒切割這麼的... 無力... 雖然... 他還... 這套配卡... 打切割還是很痛啦... 就是那個切割還是在那邊跳... 跳跳跳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 平常的... 呃... 大家看到他的傷害也是痛啊... 也是很痛啊... 就是... 甚至會覺得... 比那個... 病毒切的還要痛... 那當然... 是因為他是打直傷啊... 那麼我們... 砍一砍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 裂縫打擊... 直接用重擊... 大家看到... 基本上重擊啊... 就可以直接把怪秒... 但是... 只有那個目標... 至於為什麼呢... 這就是剛剛講的... 傷害擴散倍率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傷害擴散倍率... 這個... 這邊就開得很明顯了... 我們第一隻怪... 雖然他剛剛前面已經被我們打掉一點點血... 但是...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他吃了一大格... 幾乎是... 二分之一以上... 可是... 0.5的傷害擴散倍率... 砍到這一隻怪...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只消耗了一點點的血量... 那麼... 我們傷害擴散倍率... 第三隻怪... 他又... 再次... 稀釋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從最大... 變... 一點點... 然後變到沒有... 所以說... 這個就是他的... 一個缺點... 就是... 傷害擴散倍率低的... 缺點... 對... 就是在這邊... 這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啊... 不然有些人可能想說... 我都在講傷害擴散倍率... 傷害擴散倍率... 可是... 好像... 平常用好像也不會感受到出來... 那... 主要是因為... 痾... 那些武器就是... 都是... 強勢啊... 不過如果在一些冷門武器... 或是一些... 武器身上... 然後... 傷害擴散倍率又低的話... 那麼可能就會很明顯的看出來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實戰效果大概是如何啦... 好啦... 那麼又讓我們來到... 我們最熟悉的... 虛空鋼刃截命啦... 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雙子巴薩克... 我推薦的... 腐蝙火流派... 就是我... 比較推的這一套... 他的實戰效果大概是如何... 讓我們... 先用我們的瞬移下去... 開戰... 那... 基本上我們就是直接這樣子打... 讓我們有些時候... 甚至可以站著不用動啊... 我們就是... 砍完直接瞬移去... 別人那邊就好了... 哈哈... 砍完瞬過去然後繼續砍... 就是沒有死的話就繼續砍... 那你看到其實還蠻好用啦... 有些情況下... 那如果嫌他的... 重擊蓄力太慢啦... 那...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在... 配卡中... 做一些更改... 就是... 例如把我們的... 火焰觸發那張... MOD... 可以換成我們的... 一級必殺... 那我們的... 重擊就會變比較快... 重擊準備的時間就不用那麼久... 這樣子... 那... 大家可以看到喔... 因為我有放那個... 聚焦能量啊... 就是我... 提供40%的重擊效率啊...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我... 重擊完他的... 連擊數並不會全部的消失這樣子... 那我個人覺得... 這砍下來是還蠻不錯用的... 就是砍著砍著... 然後可以去用重擊... 然後瞬移到怪身邊... 那如果... 戰甲上啊... 就是大家也可以放一下... 亞馬爾的MOD... 就是... 可以讓我們... 瞬移瞬的更遠這樣子... 那會更好用一點... 那我個人現在用... 25公尺... 我是覺得也差不多啦... 25公尺... 其實... 能順的地方蠻多的... 除非你是要那種... 衝... 一端啊... 突然飛到那一端... 這樣子... 那你可以考慮放... 亞馬爾的... 組合MOD... 去... 打這樣子... 那個人覺得... 這套... 斧石流佩卡啊... 即便他...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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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火焰傷害... 所以說... 基本上... 我們... 砍起來傷害還是很痛... 這樣... 他還是有用... 他還是有一點火焰傷害去做補足啊... 所以我們的平A其實已經夠痛了... 那我們... 如果... 需要... 塗進... 貼... 貼進... 塗刺的話... 我們甚至都不用什麼... 格擋走... A啊... 還是滑砍啊... 我們可以直接中擊啊... 描一隻怪... 然後... 重擊... 然後就順過去了... 欸欸欸欸... 暴斃了... 暴斃也來得很快... 哈哈... 那大家... 看那個小無人機其實也是可以傳送的... 只是說... 他... 很小... 對... 有點難秒...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傷害擴減... 0.5... 在面對3隻小無人機 敵在這邊的話... 就會很明顯的看到他有... 有問題了... 對... 然後我們在打比較硬的怪啊... 像一些卓越者的話... 我們... 可以不用一直砍一直砍... 我們... 可以稍微砍一下... 然後... 試著停手... 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疊了... 很多火... 大家可以看... 我在一直砍他的DOT就是這樣子... 感覺很...很沒傷害嘛... 但是我如果... 稍微去停一下手...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火燒傷會比較痛一點... 痾... 他可能疊得不夠多... 所以比較不明顯... 這邊主要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火焰傷害... 你每上一層新的火焰的話... 那他的時間會重跑... 他持續時間會重跑... 那火焰傷害呢... 他的... 傷害... 持續傷害的... 周期... 是... 0到1秒沒傷害... 然後... 後續的... 6秒鐘... 造...就是... 7秒鐘的持續時間... 後續的6秒鐘... 造成... 持續傷害這樣子... 但我們如果一直給他疊成的話... 一直刷新的話... 他的火焰傷害... 0到1秒... 他一直... 處在0到1秒的話... 他的傷害就會出不來這樣... 這是他的... 缺點啦... 那這應該也算是一個... 冷姿勢吧... 那我們... 甚至也可以... 在旁邊先稍微打個怪... 然後... 卓越者用重擊這樣去砍... 只是... 傷害還是有點低就是了... 畢竟... 呵呵... 重擊只是多一點直傷那樣子... 那小火黑出來的話... 就給大家看他打小火黑的傷害... 那你看他打直傷... 直接砍的話... 傷害是很痛啊... 那我重擊的話... 更不用說了... 呃... 好吧... 我還沒重擊他就死了... 那你看到他直傷... 即便沒有暴擊啊... 即便沒有雙暴啊... 他的直傷也是非常的痛... 這就是因為他是打斧直直傷... 那麼如果... 各位覺得... 喔...那個... 連擊速下降的太快了啊... 不行啦... 我覺得... 很不優啊... 我想要... 就是... 一直順你一直順你看... 可能疊個十二連擊... 然後就一直順你一直順你一直順你... 一直順你的人的話... 那麼... 我們一樣可以在... 那個... 觸發火上面動手腳... 我們可以把觸發火焰的那張MOD... 就是把它換成... 我們的... 加重擊效率喔... 有一張卡... 可以加60%重擊效率... 然後拿... 遊戲最高值的90%重擊效率... 這樣子... 彈起來是也還蠻不錯啊... 你可以一直重擊... 然後你的那個連擊速都不會掉... 他在面對這個... 卓越者... 就比較... 硬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重擊... 可以把它帶走啊... 如果... 呃... 疊滿層的... 十二連擊的話... 我們可以在旁邊稍微疊一下... 然後找一隻... 運氣不好的作業者... 好吧... 這邊沒有運氣不好的作業者... 我們需要找一隻... 運氣不好的... 好吧... 現在這邊暫時沒有... 我個人是覺得啦... 說真的... 他其實平常... 你用... 站A這樣砍... 其實就已經... 足夠痛了... 那面對一些比較硬的怪... 或是... 距離離有點遠的話... 可以用重擊去貼劍... 然後不用擔心... 重擊我們連擊速會掉光... 因為他... 有... 我有... 配卡中有放重擊效率... 就還不錯喔... 這隻怪... 好吧... 重擊拿來看他... 大家可以看到嗎... 重擊非常的痛... 比較硬的怪... 我們是可以直接... 重擊一下帶走... 那... 如果... 兩隻怪... 三隻怪貼在一起的話... 那... 帶走的是哪一隻... 就不能保證了... 主要是他的傷害... 遞減... 太嚴重了... 0.5... 說真的... 他... 在用重擊... 要去秒一隻怪的時候... 不太好... 不太好確定... 能不能全部秒掉就是... 那... 那邊有一隻卓越者... 我這邊稍微疊一下連擊速啊... 給大家看一下他可以... 秒卓越者... 誒... 我剛剛... 我是不是砍到... 旁邊的還是哪裡的怪... 那隻... 那隻卓越者完全沒受傷耶... 誒... 有啊... 他燒棚會有掉一點啊... 怎麼鬼... 走到這個... 護盾... C組的卓越者就比較難搞了... 大家可以看到... C組的卓越者的傷害就很低了... 走到是... 腐蝕打直傷... 雖然說直傷... 但他其實還是... 打G組直傷... 打C組我們還是要慢慢抹... 好... 那麼... 這邊稍微看一下時間... 好吧... 所以我們想說...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打小老黑的那個風景... 欸... 等一下... 想說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重擊流打小老黑的風景啊... 當然看來應該是沒辦法... 那我們這邊就先直接撤離吧...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不要忘了... 按下你的訂閱頻道... 還有小鈴鐺... 這樣子我有什麼新的影片... 好小的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看的... WARFM的武器啊... 或是正假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可能就會把牌路... 拍影片形成裡面這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要 seals遇到點 brandingee 圖文文字幕分享